大家好,我是GoMarkets的Jacky 今天我们聊一下耐血的茶在香港上市 那么投资者能不能去购买在二市场成为一个小股东呢? 我认为是不太可取的 通过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市场给到的估值太高 近期在香港上市的一些新型的IPO公司估值普遍较高 包括之前讲到的快手公司 上市的发行价在300多港币 最高的时候冲到了400港币 短短两个星期的时间 而之后呢一路下跌 现在基本上股价已经腰斩了 跌到了200多块钱港币 并且还有进一步下降的技术上的图形趋势 所以呢从估值上来讲 并不见得在二期市场上买入耐血的茶 目前的股价估值就非常不错 反而是给高了 因为市场热度比较高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呢 奶茶店这个生意呢 我也不觉得是一个长期看好的生意 首先就是内诊非常严重 在澳洲的华人朋友们 尤其是在悉尼墨尔本 在过去的七八年的时间里面 肯定是感受到了 原来一条主街 包括唐人街 China Town 上面可能只有三到五家奶茶店 那么包括旅游来的 包括我们居住在澳洲的 可能每天购买奶茶的人数呢 一个城市是在5000杯到1万杯 那么当年呢 只有三五家奶茶店的时候呢 每家店能够分得1000杯到2000杯的市场份额 而目前呢 一个城市可能有三五十家奶茶店 甚至更多 包括墨尔本一条主街上 Swanson Street可能只有三四十家 那么现在呢 没有游客进来的情况下呢 大家的市场份额仅限于本地 那么同样呢 如果是 还是按照5000杯的存量市场来计算的话 现在呢 50家奶茶店来争相竞争这个市场 那么每家店能分到的 只有100杯的份额 所以呢 对于过去来讲 现在奶茶店行业 包括冷饮店行业 竞争激烈 内卷非常严重 所以呢 就造成了毛利率下降 销售单量 销售总量都在下降的 非常恶劣的竞争环境 那么在中国呢 奈雪德茶并不是占有垄断地位 而在它之前的 还有三家品牌 包括排在首位 首把交易的是Coco奶茶 Coco奶茶呢 每天的APP上面的浏览人数呢 是达到了65万人次 而奈雪德茶呢 只有30多万人次 基本上只占其中一半 并且根据奈雪德茶公开的招股声明书 披露显示呢 在18年之后啊 公司每年以100多家门店的速度扩张 但是呢 每家门店的销售额却在下降 18年平均单店销售额是在 八九百倍 那么现在呢 在2020年底12月30号 给出来的报告数据显示呢 只降到了 接近降到了一半 每家门店销售额只有400多倍 所以呢 规模效应在奶茶店这个行业呢 并不存在 反而随着门店的数量 从原来的几家 到现在的只有啊 差不多奈雪德茶 大概是有500家门店 它的销售额 总量虽然在增加了 但是单店的利润率 单店的销售额都在下降 这很简单啊 因为大家不可能 每天都喝同一款奶茶 而随着未来呢 竞争更加激烈 现在各种小门店层出不穷 所以说呢 大家本着尝鲜的感觉呢 未来我相信呢 对于品牌效应 在同一个啊 餐饮行业也好 奶茶行业也好 都不太能够形成 独有的垄断地位啊 区别于其他的科技行业 或者是一样 生物医药类的行业啊 因为那些行业是有 天花板比较远 那么技术垄断门槛比较高 对于奶茶行业来讲的话 准入进入门槛比较低啊 所以竞争比较严严峻一些 内转更加激烈 因此呢 我们就不建议啊 大家去重资本 在二级市场上购买 奶雪了茶的股票 并不会长期看好这一市场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对 奶雪了茶简单的分析和评论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呢 欢迎联系我们的小助手 添加我们的微信 再次感谢大家 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